因為開了電腦,例如大家用了電腦這麼久 其實有沒有打開蓋裡面 就看看那個電腦裡面其實積聚了很多層 其實電腦你上級 其實你差不多沒有平均 差不多六個月至七個月 其實你要清洗一次 因為我現在拆開了整部電腦 開了蓋 其實裡面都積聚了很多層 而我這部電腦其實差不多用了五至六個月 其實裡面的層都積聚了一些 我見到很多朋友 其實裡面積聚了一些層 很厲害 好像整個棉花一樣 你可以看看 其實這裡全部都是層 如果這個層積聚太厲害 那部電腦隨時會overheat 現在運作都不是那麼正常 有時候就會搞到它裡面的電腦會縮了 縮了之後 其實它本身已經是用不到的 所以就是教大家怎樣清洗它 那些電腦 那些噴液 其實一瓶這樣的噴液 如果它是特價的時候 都差不多要四萬一瓶 那如果不是特價的話 都差不多要六萬一瓶 甚至乎是百元的 那其實用這些來清洗它 其實都是好 但是問題就是 你清洗得不是那麼多 還有只是少少清洗 譬如說我見到很多朋友 電腦裡面通常都是 很多那些塵 積聚了 而這樣噴下去 其實都噴不到多少 那我自己呢 本身呢 就買了一個這些呢 就是那些 complexer 這種complexer 其實跟那些 瓶裝的那些差不多 那而這一種的complexer 就是 那 成本呢 就是說 如果譬如我買一部這些 如果按著特價的話 通常這些這樣的complexer 外面買 通常都是大約四五十元 那如果四五十元 你可以長期永久都可以用 那而你一瓶那些這樣的液體呢 那你用呢 就差不多了 譬如一部電腦呢 你用完整成瓶 你其實都key up不到的 那好像打方說 你看一下 我這裡周圍都是那些塵埃啊 那些都積聚了在這裡 那如果你這樣噴下去的話 其實呢 就效果會好很多 那我可以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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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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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